今天,Babdada正在看着每个地方, Babdada正在每个地方,看着所有孩子们的额头上闪闪发光的幸运福气之心。 第一是你们出生的幸运福气,也就是灵性的出生。 第二呢,就是你们灵性的关系。 第三是收获成就。 爸爸很高兴看到这三个幸运福气。 你们知道你们灵性出生的幸运福气, 这是最好的福气, 也就是幸运福气的给予者他自己, 给了你们所有人这一世神性的出生, 也就是Brammin的出生。 所以想想看你们的幸运福气有多大。 与此同时,这些灵性的关系, 你们知道他们的特别之处的。 也就是你们有父亲、老师和萨姑露所有三种关系。 所有关系都在一个。 你没听什么的。 那关于你们的收获成就, 你们也知道的。 父亲在哪里, 就会有收获成就。 一切都是无限的。 所有这三种关系都在一个。 一般来说, 这三种关系在生活中是必不可小的。 。 然而, 对于世界的人来说, 所有的关系都是分开的。 然而, 你们从一位父亲这里, 拥有所有三种关系。 就是三合一的那种关系。 由于你们在一个关系上有了三种关系, 你们很容易地就能够待在思念中。 所以你们所有人都在这三种关系中有体验。 不是吗? 不是吗? 嗯。 孩子们。 爸爸永远, 与你们同在一起。 。 。 Om Shanti。 Om Shanti。 转变旧的个性和旧的Samskara。 让灵意识的境界变得自然。 就像变得身体意识已经成了自然的了。 所以, 让灵意识的境界也变得自然, 并且成为你们个性的一部分。 无论你们的个性是什么, 它都会自动地去做它的工作。 你们不需要去想它, 或创造那种个性。 它会自动地去做它的工作。 你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声音事。 这个人的个性中是有特长的, 并且是一个特殊灵魂的个性。 现在转变旧的本个性和旧的Samskara。 Om Shanti。 欢迎来到阿弥陀佛。 转变旧的Samskara和旧的个性。 今天的主题是, 让灵意识的境界变得自然。 Om Shanti, everyone。 Om Shanti, everyone。 Om Shanti, everyone。 Baba wants us to create the awareness, 让我们创造了这样的察觉能力。 因为当我们察觉到某些事情的时候, 它会带来力量。 Baba特别讲到了三样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灵性的出生。 当Baba来到的时候, Baba看着我们, 看着我们是灵魂, 然后给了我们这个知识, 给了这个介绍。 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灵魂。 这个是一个要点。 这个要点呢, 就是身体只是这个载体而已。 我用这个身体来扮演我的角色。 但是我的灵魂是永恒的。 那么那个定义呢, 就是解释灵魂这方面的定义呢, 就不在任何经典里面有出现过。 Baba说, 有心思、心知、心智和潜意识在灵魂里。 那一般上, 人们会相信, 说, 人们相信说, 思想、心思是分开的。 他们就没有提到更多关于心智和灵魂。 他们认为说, mind就是心智, 心思是分开的。 但是Baba说, 在这个意识当中, 就是在灵魂里, 有三个部门。 就是三个才能。 就是心思能够思考, 然后心智就能够辨别, 推理。 这所有, 就我们重新什么样的行为, 那么那个印象呢, 就会, 那个印象就会, 就是绕印在灵魂的Samskara里边。 原本呢, 灵魂是纯洁的。 我认为,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相信, 但是来形容呢, 就是灵魂是永恒, 纯洁的。 但是只不过呢, 只是那个心思想法, 思想变得不纯洁了。 其实是那个灵变得不纯洁了, 是因为参加了很多的合金。 它有这些印记呢, 不纯洁的印记呢, 使灵魂变得腐败。 好,变得不纯洁了。 所以爸爸来到的时候呢, 使灵魂再次的变得纯洁。 那么那些参杂的杂志在灵魂里呢, 就是所有的罪恶, 还有所有不纯洁的刑举。 也是透过瑜伽之火, 透戴在父亲的思念中, 那个罪行才会被烧掉。 过去的所有掺杂在灵魂里的不纯洁, 杂志等等, 就再次的被移除了。 我们再次的成为纯洁, 真正的真经。 已是有这个关于灵魂的解说。 但是, 现在我们明白, 我们非常清楚地明白了。 就好比说, 爸爸提到的就是这个寂静。 所以心思和心智呢, 是融入和平在一起。 那就没有再跟这个身体的联系。 所以所谓的那个寂静呢, 就是心思和心智和平在一起。 然后第二, 爸爸提到的就是关心, 灵性的关心。 第三呢, 就是所有从父亲爸爸那边获得的收获成就。 爸爸提醒我们, 待在爸爸的思念中是很容易的, 因为我们有三种不同的关系在一个。 其实我们不仅是记住一个对吗? 我们记住是父亲老师和Sakuru。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想看, 你从父亲那边获得什么呢? 就是这个自己成全了。 那么你自然自动地就会待在思念中。 因为你被教导了这些知识, 那也是一种思念父亲的方式。 。 然后当你想到爸爸给予的祝福, 还有解放, 那也是带在爸爸的思念中。 那也是带在爸爸的思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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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在我们的心中对每个人都有良好的祝愿和美好的情感。 以前我们对爱的念字就是关系, 就是母亲爱母亲爱父亲爱阿姨叔叔他们, 所以是跟有,但是现在我们了解说,我们都是灵魂。 那爸爸说的收获成就 我们的灵性的关系,以及从父亲那边所获得的收获成就 所以如何让灵意识变得我们自然的这个个性、本性。 第一呢,就是视你自己为灵魂, 一直在提醒自己,我是灵魂浮现那个品质。 其次呢,就是去看,是看着其他人,他们也是灵魂, 那个是很重要的这个锻炼。 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灵魂, 或者是在给七天课程的时候, 你必须先坐在爸爸的房间里, 静坐房里边, 然后练习看我自己是灵魂, 也看其他人也是灵魂。 所以这样子,当在给知识的时候, 或者你跟任何人, 那个在不同的关系里边, 跟谁讲话都好, 你朋友,你的朋友,你的叔叔等等, 那么你也练习看它们是灵魂。 所以是,当我们持续不断地这样练习保持灵意识, 那是很强大的, 因为你自然会被提醒你自己是灵魂。 大家想象一下, 你正在跟这个灵魂讲话, 你在给那个灵魂课程, 你在看着这个灵魂, 那个之间会制造创造一个非常强大的境界, 那就是你有这个灵意识的觉知, 意识。 它们也是灵魂, 它们也是在扮演的角色, 灵魂透过这个身体在扮演角色, 所以当你看着它们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那么你就被提醒, 灵魂只不过在扮演一点角色而已, 你就会有这样的思想,想法。 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都是灵魂, 我们是兄弟, 我们是那位父亲的孩子。 所以我们都是那一位的孩子。 全天底下都是那一位的孩子。 所以现在你看着这个灵魂, 它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来自不同的文化, 宗教信仰。 但是, 只要保持一个想法, 它们都是那一位父亲的, 孩子。 那以这样的方式, 你就可以应用, 并意识到, 然后跟别人互动的时候, 当视自己为灵, 也当别人, 也是给看着别人是灵魂, 那就变得很真实了。 那第一步肯定一定是要对你自己有这个我是灵的这个意识先。 其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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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着其他的灵魂, 那是很强大的, 我们可以试验他, 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试验, 看对方是灵魂, 他的感觉, 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谢谢, 爸爸今天所说的Avian Sinh好, 就是让你的灵意识变得很自然的个性, 只有当你看着其他人是灵魂, 透过不同的身体在扮演他们的角色, 于是我们的注意力就不会去到他们的身上, 而是看到那个灵魂的关系。 所以这些所有层面, 所以就是爸爸所解释的这些关于灵魂, 那我们就把它应用在生活中, 然后去创造那个意识, 也看先创造自己的这个, 对自己的这个自我, 这是我是灵魂的认知, 然后也看其他人是灵魂。 这个是一个无限的舞台剧, 几乎所有的灵魂到了他们的最后的时刻, 最终的境界。 所以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知识用在其他的方面, 特别是用在其他的灵魂那儿。 所以当我们有身体的意识, 我们有身体的意识时, 我们变得很自然, 很自然。 那因为在身体意识, 他们就开始有行动, 接受就有他们的行为了。 那第三, 当我们看别人也是灵魂, 我们意识到他们是灵魂。 我也是一个灵魂, 透过这个身体在扮演我的角色。 所以那么你就可以自己评估自己, 评估, 估计一下自己的灵意识的境界, 慢慢地给它增加。 那你看我们已经建立, 已经有培养出这个灵意识, 那就是我们会懂得保持这种宁静香和快乐。 所以要增加那个灵意识。 他都会自动去做他的工作, 你们不需要去想他或创造那种个性, 他会自动地去做他的工作。 你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因此让特长的沙斯卡拉成为你们的个性, 然后从每个人的心里和唇中发出的声音是, 这个人的个性中是有特长的, 并且是一个特殊灵魂的个性。 所以每个星期日的阿弥陀努力呢, 我们都获得了很好很宝贵的这个知识。 那过几天,那就是十月份了,十二月份了。 所以Baddy Kane呢,把腾出时间每一天都给我们上一堂课, 所以我们要很感激他。 虽然他生活中还有其他的责任, 但是他还是承受那个时间给我们上课。 So we will have the next Double Foreigner Online Mother One Program season, so that also we will let you know. So now let's start our weekly journey. Welcome to our weekly journey, Living and Serving with our Brahmin family. 跟我们的Brahmin家庭服务他们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欢迎Brother Ken。 Om Shanti,Brother Ken。 向大家问好。 像布米免所说的, 就是在莫斯科今天, Brother Ken他们刚刚已经办完了一个进修营, 所以人数有60位人。 所以有一个他们做了一个这个锻炼哦, 这是一个心思的锻炼。 就是提到这个主题, 就是怎么样的去跟别人相处在一起, 应对别人。 那怎么样跟其他人一起相处, 怎么样跟别人和平相处在一起。 所以昨天他们的进修营, 也只谈到这个。 那今天Brother Ken也会分享。 他在很多语言上呢, 就是很多语言呢, 特别是英文呢。 所以当, 如果人家讲到自然, 人家就以为说这个是自然界嘛, 就是树啊, 花朵啊, 天空等等。 那么另外一个Nature, 就是更新呢, 就是说到我们的这个个性或者是本性。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 这个氛围后, 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什么呢?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 他就问说, 你去看看, 你们去观察太阳, 它怎么样的在散耀着这个光芒, 像在墨西哥, 目前在这个盼晚的时候就会下雨, 所以大家, 他就引导每个人去看, 去观察那个太阳的阳光, 然后还有当下雨的时候, 那个芬香, 芬芳的那个气氛, 所以那个是很一种自然的境界, 对吗? 有这个太阳, 有这个风芳, 这个冷, 嗯, 还有那些水, 碰水池, 大自然, 嗯, 还有那些花儿, 在盛放着, 还有那个花园, 所以他引导那些, 参加镜球影的人, 他们去观察这些, 所以你看大自然就是这样子, 你看他们一直在给予天空, 空气, 太阳, 水, 盐, 全部都在给予, 所以你看, 如果说太阳啊, 还有空气呢, 嗯, 要我们付费的话, 如果说这个大自然的, 有没有要我们付钱啊, 没有, 对吧, 所以自然总是这么样的给予, 给予, 从来没有犹豫的这些给予, 而我们的本性呢, 个性呢, 也是这样子的, 叫给予, 你看, Brahmin呢, 我们, 是Brahmin, 然后我们英党是说, 处在这个灵意识的境界, 是很自然去给予的, 是很自然的处在宁静, 相和的境界, 稳定的境界, 那些都是自然的, 所以在Avd Muli, 爸爸提到怎么跟爸爸, 就是有这三种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三合一的这种关系, 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让我们有这种能力, 怎么样跟别人连接在一起, 那我们怎样去跟别人应对呢, 应对其他人呢, 我们从爸爸那边, 就是不发展爸爸, 他是爸爸, 对吗, 那我们是父亲, 对吗, 那么就能够, 我们就有那个认知, 就是说其他所有人呢, 都是兄弟, 这是我可爱的兄弟, 他是爸爸可爱的孩子, 所以这个跟爸爸的这个关系, 教会了我怎么跟别人联系, 跟别人联系在一起, 跟爸爸是老师, 我必须就是应用爸爸的知识, 去明白我自己, 我也需要用到爸爸的这个知识, 去明白别人, 如果我的眼, 我的眼睛是透过这个Gang的视线, 去看别人, 知识的视线, 去看其他人的话, 的话呢, 我甚至不可能去控制别人, 我在扮演我的角色, 别人也在扮演他的角色,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舞台剧里边, 各个都在扮演一个角色。 如果我忘记了爸爸的教导, 我怎么可能有这个爸爸和我去关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呢? 如果我忘记了爸爸的爱, 不知道爸爸的爱的话呢? 我怎么可能跟自己有这种爱的关系呢? 当爸爸还没有到Brasil的时候, 爸爸曾经告诉过的, 说, 爸爸你有特别的这个指令给我吗? 爸爸就说, 是的, 你一定要有那个原则, 所以他就是练习尊崇尊爸爸的Srimat呢, 并不是对自己很刻薄, 也不是对自己很紧绷, 反正我就是很享受爸爸给予的这个教导, 爸爸给予的Srimat, 应该是享受爸爸的指示的。 所以在爸爸作为Srimat Guru的这个指令下, 那么我并能够以很有原则性的去跟别人接触在一起。 所以跟爸爸一个见得的三种光是, 告诉了我怎么要跟别人应对, 还是跟别人来往, 进入关系中或者是互动。 那爸爸是我的老师。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塑胶。 你把这个塑胶拉长的, 它会延伸,对吧? 所以它就是那么有伸缩性的。 所以是我们离开了自己的这个原本的境界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有那种压力。 于是我摆脱了这些, 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的牵挂, 依恋牵挂。 因为我有这个依恋牵挂, 仪式我觉得这个是相关, 那至关重要。 那仪式当我放弃这种依恋牵挂, 我就不会一直被拉回我的那个身体意识了。 首先, 这个灵意识, 我们必须要明白, 就是我开始的时候, 我本因是这样子, 那经过了很多事之后呢, 我形成了, 我变成了这样子, 于是我已经远离自己的灵意识了。 所以那个已经远离的我, 不是我觉得我感觉到不是很舒服。 所以当我回到我原本自己的时候呢, 我就感觉到很舒适。 就是我感觉到很舒适。 就是我感觉到很舒适。 所以, 另外一个就是让Brother Kent有一个理解能力呢, 灵魂原本的秉质, 爱, 宁静响和极乐, 知识, 纯洁等等, 我们有这些品质, 那我们也有很多这个美的, 有了美的, 那是基于这个灵魂的本质。 所以这个就是灵魂原本的色彩了。 原本的颜色, 你有, 像我们一般上有红色, 蓝色, 红色, 蓝色, 黑色。 所以这些颜色呢,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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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浮现更多不同的颜色。 所以, 这样子的解释说, 我, 灵魂的本质, 有宁静响和等等的, 那我就能够浮现出其他的美的。 所以一个是美的, 一个是品质, 从品质我们浮现出那个美的。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背后的, 和我的原本质的解释, 他们不是宁静的, 他们只是人的。 所以我们有人的, 我们可能会被疑, 我们有人的这个美的。 但是一个是另外一个是神性的美的。 那你看, 我能够跟别人很好的相处在一起。 其实我们的个性呢, 只是我们的Samskara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的个性呢, 就是很活跃的。 它是其中一部分我们的Samskara。 一个人, 他的行为举止是什么? 研制于他自己本身的个性。 活跃的那个个性, 他的行为举止就是这样子的。 还有灵魂里边呢, 他掺杂了很多合金。 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明白, 我一个是有原本的境界, 然后我远离自己的这个原本的境界, 然后就把自己远离很远很远了。 所以当我要回归到这个原本的境界的时候, 包括其他的灵魂, 他们也会以他们的方式伸缩到一个程度, 远离他们自己, 然后他们成为这个, 成为那个, 那有些人成为圆形, 四方形, 三角形, 所以有很多不同不同的形状, 而我们也每个人不同, 成为了不同的形状, 但最终我们必须回归到那个原本的境界了, 所以因此我们必须看它的这个区别。 那明天, Brother Ken, 回归阿生的分享这一个差别, 差异在哪里。 那你看我们的本性呢, 是由于我们一直以来保持的这个个性, 那我们的行为举止就会这样子。 那回到这个父亲的关系呢, 还是Sat Guru, 还是老师的关系呢, 我们能够回归到原本的状态了。 我看着对方是我的兄弟灵魂, 我带着这个灵意识的视线去看对方。 否则的话, 我们在做事, 然后我们明白, 但另外一方面, 在自明上我们明白, 在某个形式上我们明白, 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整个,我们就会不快乐, 因为不快乐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它不是我们自然的个性。 所以呢,去感受,去感到那些伤心啊,沮丧不快乐,那不是我们的本性, 因为我们已经远离我们自己原本的境界了, 于是我们有这种感受,会体验到这个。 然后再加上灵魂有很多掺杂在里面,不纯洁这些。 如果说颜色嘛,我们就讲说颜色。 如果说你有耐心, 这个词词 comes from the Latin paciencia, which means the science of peace. It's lovely, isn't it? So patience means that I understand. 我明白什么是宁静相和, 我明白什么是灵性的爱, 以使我能够表达它。 其实什么是真理呢? 真理就是很简单,很容易。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原本的品质, 只不过我们需要, 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品质变得活跃起来。 所以当我揭示我的这个品质的时候, 那也相等于我在揭示爸爸的个性了。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服务。 总而言之,我们一定要回归到我们原本的品质。 那么其他人也是跟我们一样的, 经过了那么多词。 有些灵魂, 他们经历了一两世。 过去的一百年, 很多人出生了。 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他这些灵魂当中, 他们只出生一两世而已。 所以即使他们是出生一两世, 他们也是从灵魂世界下来的, 像我们的。 所以当我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有将这些资料、 资讯、知识放在我们的心智力。 所以我们应当说看两个方面, 那么当我了解说人们会怎么会变成这样, 那么我才会有那个仁慈的心。 当有仁慈的心的话, 我就懂得怎么样跟他们互动。 所以让我们现在进试一回, 老师反思刚才Brother Ken所说的, Om Shanti Om Shanti Om Shanti